有关VBA部分 当然VBA我这边有demo 那一般是先产生sub 再去做按钮 那因为我demo的关系 所以我预先已经把这个按钮给先做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思索 假设先没有这个按钮 你要先做sub 所以呢那个sub怎么做 那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这样 跟前面其实蛮类似的 第一个一定是插入一个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上面按钮上面的名称 当成我们未来取的名称 OK那如果我叫增减体重百分比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呢 基本上里面需要撰写什么东西呢 当然一定是有个回圈 4I等于4到13 OK那这个范围是确定的 OK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里面再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回圈 一个回圈 里面再报一个if的逻辑判断 那if的逻辑判断 其实跟那个在函数里面概念是其实差不多了 只是说那个撰写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if后面加个then 那中间如果有第二重回圈的话是else 最后一定是一个end if 所以这个部分前面我们有写过类似的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 记得先一个模组 记得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个模组 你就把它写在下面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程式写的越来越多 写不够的话 你可以分类 那当然你可以再额外再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那把程式放在那个另外一个模组里面 不过特别是不要重复的东西 有的同学不知道已经写过了 又写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 增减体重百分比如何撰写 第一个 for i 等于4到13 这个我想前面都写过 那再来的话 if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中间的这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里面呢 特别注意啊 因为我们是从那个追栏里面 去抓资料过来 所以呢 我们的叙述一定是 sales 埃列的追栏 所以你追栏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从那个 这个追栏里面去抓资料 追栏 那因为我有两个可能性的条件 一个是大于 百分之五 或者是小于 负百分之 不过特别注意哦 在VBA里面 它不支援那个 就是百分之五这样的叙述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能需要把它改成是0.05 这样的叙述哦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点哦 那特别所以 不要把它的打这个百分之五 如果百分之五打这样的叙述哦 它会产生错 那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 百分之百分比这个符号呢 在VBA已经是保留的 资源 所以不能用哦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中间逻辑写在这里 那记得那个逻辑的前后 一样要加空白 所以这个写法跟在 一次后里面不太一样 不过基本上哦 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我说呢 这两个条件哦 其实只要有个条件 不是过瘦 就是过胖 ok 那就表示它是不标准 那反之就else 就是标准 所以我们跑完这个地方 当然你就把它再建一个按钮 那建一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就从开发人员里面 有一个插入 表单的控制项里面按钮嘛 你就可以再把它加到这里面来 当然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嘛 拉一下吧 然后跳出来 那会找到我们的增减底重百分比 这个名称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再把这个名称哦 给 我是习惯复制贴上哦 贴上之后的话 按下它 这个时候呢它就执行了 ok 另外当然我们可以加一个清除 这个清除的按钮 其实是可有可无啦 我只是为了方便哦 那清除的这个程序哦 我想前面讲过嘛 for i 等于4到13 把 L 栏里面的资料 丢给它一个什么呢 一个空置串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哦 这个前面都会写过 还蛮简单的一个叙述 那再来的话哦 我们刚刚按下按钮的时候 输出里面的资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这个里面是把最后的结果给丢出来 但是前面好像也有讲过说 那假如说我今天输出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再去想说 VBA的程式该怎么写 那我有本来已经写好的一个公式 我要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来的话 那会有底下增减体重百分比 我们可以把刚刚在Excel里面 做的这个函数哦 可以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让它去执行 那这个方式的话 好像前面是不是讲过类似的吧 那特别至于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公式 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让它执行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这每一个储存格 它其实就是丢 我们刚刚写好的公式 只是说把它丢到这边来 那如果说你要把你本来写好的公式 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它的做法 前面大概有讲过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快速来讲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公式丢进来 只要把你刚刚写好的那个清除来改就可以了 其实它跟清除最大的不一样是 这个双引号里面 放的是什么 是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原来是没有东西 之后会有两个规则 你要注意 第一个规则的话 什么 把什么呢 如果里面本来有什么 有双引号对吧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假设有双引号 把它改成 一个变成两个 那一个变两个 当然这边还很少 所以我如果很多 那我习惯会用那个取代 一个取代成两个 OK 然后把它取代掉 第二个的话呢 把里面有这个列号的部分 把它复制起来 假设我把它取代掉之后 贴过来 那第二个是 如果这个里面有四 就是从第四列 当然你现在执行的话 它变成全部应该都是不标准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怎么样 它能够 因为为什么不标准 因为每个都是四列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把里面的列号 做一个变更 那当然前面我讲过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四列 四列 可以把它改成I 那改法前面有讲过 这个我想未来 你们可能要习惯 那当然第一个 先把这个字串 怎么样 先切开来 第二个呢 串接 第三个把I放进来 OK 那再来呢 因为在这个VBA里面 它的M的前后压加空白 所以你再把空白加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 OK 然后把这个 因为刚刚做一个 你等于这个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再把这个4 再贴过 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执行 假如执行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一模一样 跟刚刚的最大差别是 上面是丢出判断的结果 到储存格 这个的话呢 是什么 把一个公式 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 让它去执行 那这个方法的话 大部分就是说 如果你可能已经有既有的一些公式 但是你可能暂时不想要大费周章的去 再去想说VBA怎么写的话 其实但是你又需要自动化 自动按个按钮 全部都自动做完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很快也可以看出你要的一个结果了 但是这个也可以讲说 这个也许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方式了 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把那个VBA给转转变过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有这三个 三个按钮 那待会再来看这个 就是删除部分 然后还有那个制定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